各位同學大家好,現在就想拍一條影片 就想證明一下這條公式是怎樣來的 這條公式有個名字,它就叫做 Connected VV Equation 這條公式就是 PV 等於三分之一, N, M, C² 在 DSE 那個 Syrips 裡面,其實這條公式同學是指數懂得怎樣去應用 譬如這條公式有幾個微枝數,分別是 PV, N, M 和 C 我們知道了,代了四個資料,應該可以計到第五個資料 我們設定怎樣用就可以了 其實是不會去考這條公式是怎樣證明的 但為了同學更加熟悉怎樣用這條公式 雖然這條公式不需要學怎樣證明 但我們是需要學習 Ideal Guest 的假設 其實 Ideal Guest 有六個 Assumption 其實這些 Assumption 有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學會這條公式如何證明,如何演變出來的 學回上面的 Assumption 其實是會合理和容易明白的 所以我們辛苦一點,也試試學習一下這條公式是怎樣演變出來的 但記住,考試是不會考這個演變的過程 好,要知道這條公式如何演變呢? 我們首先要檢查一下公式 沒有一個微枝數 第一個微枝數是 P P 其實代表 Gas Pressure 很簡單, V 就是 Volume 那 N 其實這是大家的 N 在 N 而不是 number of moles 大家的 N 就是 Total number of gas molecules 好,然後世界是 M 其實就是 Mass of each gas molecule 好,這個世界C 先別搞錯了不是光束的意思 這個世界C就是 Speed of gas molecules的意思 至於這上面有一幅圖 這幅圖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這幅圖是代表 Average Value 的意思 好,舉個例子 我們下面看到一幅圖 1, 2, 3, 4 有四粒的 Gas Molecule 那些 Gas Molecule 是 In Random Motion 所以有個 Assumption 說到 Ideal Gas 所有的 Gas Molecule 是會動的 是 In Random Motion 好,這裏有四個 Gas Molecule 其實大家的 Speed 是不一樣的 它的 Speed 分別 C1, C2, C3, C4 其實我們找到 Average Speed 或 Min Speed 我相信你在中心的時候學 Statistic 學過 Min, Median 和 Mode 其實 Min 是 Average 意思 好,所以 Min Speed 或 Average Speed 其實你將四個 Speed 加起來 Over 4 好,但是有些人懶惰 即是 Min Speed 不寫這個字 每天都不寫這個數字 他直接寫 C 上面畫一畫 其實畫一畫就代表 拿一個平均值 即是拿一個 Average 意思 好,這條公式裏面 就是上面一畫的 其實就拿一些 Average 了 這個 Average 下面要一個 2 次方 其實有甚麼意思呢? 我們就這樣 C1 或 Cbar 吧 其實就是把所有 Speed 加起來 除以 4 就是 Average Speed 或 Min Speed 有一個 Square 的,即是這裏有一個 Square 的 其實就是先把所有 Speed 即是拿一個 Square 先 即是 C1 Sq. C2 Sq. C3 Sq. C4 Sq. 然後才拿一個 Average 拿一個 Min 即是 C1 Sq.加 C2 加那些 Square 再 Over 4 這就是 C Sq.bar 的意思 所以可以用文字表達的 它叫做 Min Square Speed 而在這條公式裏面 這個就叫做 Min Square Speed 其實這條公式裏面 有一個 Pressure 我們先溫解 Pressure 的 Concept 吧 其實 Pressure 是因為那些 Gas Molecules 撞到 Wall of Container 的墻 所以 Pressure 則是 Force 除 面積 而 Force 則是粒子撞擊的力 所以便是 Force acting on the Wall of Container by Gas Molecule 了 即是說 Gas Molecule 撞到 Wall of Container 的力 基本上力我們便去到 Mechanics 的調色 力便是 M V 減 M U Changed in Momentum 便是 Over 時間 接著我們看看空氣粒子的移動情況 假設空氣粒子是斜斜地走的 打橫 X Acess 的方向 即是 Velocity Component 叫做 C S Long Y Acess 的 Velocity Component 叫做 C Y 其實 C S C Y 和斜斜地的 Speed 其實的關係是 Perfecule Spherum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個 C SQUARE 的存在 因爲 C SQUARE 等於 C SQUARE 加 C Y SQUARE 因爲這是 Perfecule Spherum 因爲現在空氣粒子在一個立體空間 游走 如果是一個立體空間 即是說它除了有 S 方向的 Velocity Component Y 方向的 Velocity Component 其實還有 Z 方向的 Velocity Component 三個 Velocity Component 合起來 才是空氣粒子的 Speed 叫做 C C 其實就是長方體的對角線 長方體對角線 如何從長方體的長闊高計算出來 其實我們會做兩次 Perfecule Spherum 因爲這條邊都是直角邊 構成一條斜邊 C 做完兩次 Perfecule Spherum 之後 我們便會得出 C SQUARE 等於 C SQUARE 加 C Y SQUARE 加 C Z SQUARE 我們交代完一些基本資料之後 我們便去計算公式如何來 我們便去 Proof 了 首先考慮有一個 Container 是一個建立方體 長闊高也是 L 這麼多米 我們首先簡單一點 就當這個空間裏面 只有一顆空氣粒子 在這裡撞擊右側面那一半就扣成一個 Pressure 好 其實一個空氣粒子 理論上應該是斜斜斜地走的 不過我們首先只是考慮 along S S 的方向 along S S 的 Velocity Component 我們叫做 C S 那麼現在這顆空氣粒子就撞到右側面那一半 還未撞到一半之前 那個 Velocity 我們叫做 C S 好 但是我們撞完之後 那個 Velocity 應該是幾大呢 其實我們有個 Assumption 就是我們會假設那些空氣粒子 撞到那個 Container 這個 Collision 是 Perfectly Elastic 那即是說 其實沒有能量損失 或者簡單來說 如果那個空氣粒子 用一個 Speed 是 10 撞到一半 撞出來 Speed After Collision 也是 10 是一樣的 好了 Speed 是一樣的 但是方向加彈回頭 我們會加個符號給它表達相反方向 所以 Velocity After Collision 就是負 C S 那我們就逐步逐步來 Change in Momentum 就是 M V 減 M U OK 這個是 V 來的 即負 C S 是 V 所以代替下去就是 M 乘以負 C S 然後減回 M U 然後減回 M 即是 C S 兩個相同的 減完之後 就得出負二 M C S 好了 我們考慮這個面的 Pressure 是吧 當那顆空的粒子 一下子撞到右邊的面 就自然構成了 Pressure 但是撞完之後 它又反彈 就撞到左邊的面 撞到左邊的面是不算的 因為我們集中在計算右邊的 Pressure 所以它需要走兩次LL距離 才可以撞多一次右手邊的面 所以每撞右手邊的面 相隔的時間就是 2L over C S 即是時間等於距離over速度 距離就是 2L 速度就是 C S 其實你可以看回這幅圖 這幅圖表達著 即是如果那顆空氣粒子 撞到這部牆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撞擊力 但是那顆空氣粒子 即是反彈 其實它就離開了這個面 不再撞 即是說這個面 就不會承受這個撞擊力 這個撞擊力就是 0 好了 剛才說過 那顆空氣粒子 其實是需要相隔2L over C S 這段時間才撞多一次右手邊的面 所以從那幅圖看到一個尖端 就代表那一下 空氣粒子撞到那部牆 構成一個撞擊力 但是因為這個撞擊力 持續時間很短 所以那個尖端其實是很窄的 但是絕大部份的時間 那部牆都是不受力的 所以我們就想找一個 FH Force 如果我們想找一個 譬如我這條線代表那個是FH Force 那這個FH Force 多大 怎麼計算呢 這個時間就代表2L over C 代表後 就得出-2M C S 即是這個分子 那份母就是2L over C S 好了 可以約到一些東西 這個2和這個2弱了 沒有了一些2 這個C S和這個C S 記住不能約 因為這個C S 即是除這個做份母 其實真的是成 會得出C S2持放 好 但是樣子怎樣也好 都叫做簡單 那麼剛才那條公式計算的力 就是Gas Molecule 受的力 即是Force acting on the gas molecule 但是我們計算Pressure Pressure應該是Wall 承受的力 基本上Force acting on the gas molecule by the wall 和Force acting on the wall by the gas molecule 即是構成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是By Newton's Third Law Force acting on the wall of the container 就會是M C S2 over L 剛才說過 Pressure就是Force除以Area 那麼把Force除以Area 那麼Area是哪個呢 那麼Area呢 剛才說過 這是一個正立方體 長闊高 都是L 所以這個面積就是L乘L 即是L2 好了 即是把這個力 即是再除以L2 結果就出現L3次 L3次就是Volume 所以就出現M C S2 over Vol 好了 如果我把V移動過去 那就變成PV 就等於M C S2 好了 但是剛才我們 就是說這個container 裡面就只有1顆的Gas molecule 正常來說也不會只有1顆 至少1千幾百萬顆 好了 所以我們考慮了 For N 粒的Molecules 那麽理論上 那麽P就配搭N倍 但是每一顆空的粒子 那個速度都不同 即是每一顆空的粒子 那個C S2次方 都會不一樣的 所以把這個數字 配搭N倍 但我們也要把C S2 變成平均值 C S2次方巴 這樣才行 那麽我們先看看要證明的目標 那麽我們要去到C S2 那麽我們現在就做到C S2 那麽怎樣把C S2 變成C S2 好 那麽我們就看回剛才我們學了Pyfragus film 其實這個C就是打斜的 即是Speed 而C S就是 Arong X S的Felocity Component 那麽我們的關係就是 C S2 等於C S2 加C S2 加C S2 好 那麽我們有N粒Molecule 我們先當作有4粒 那麽第一粒Molecule 那麽其實呢 它有自己的C S 有自己的C Y 有自己的C Y 有自己的C Z OK 第2粒第3粒第4粒 其實都不同的 好 那麽所以 C S2 其實我們在左手邊 take a average 即是加上 over 4 其實就等於右手邊 所有東西加上 over 4 左手邊加上 over 4 就會變成 C S2 右手邊加上 over 4 就會變成 C S2 加 C Y S2 加 C Z S2 好 那麽 因爲N粒Molecule 很多粒Molecule 基本上大家都有In Random Motion 那麽照計 向著X 方向速度的平均值 向著Y 方向速度的平均值 向著Z 方向速度的平均值 這三個詞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C S2 就會等於三個C S2 那麽就是說 一個C S2 就是三分之一個C S2 好 那麽我把這個C S2 即是這個東西 就代回三分之一個C S2 就得出我們想要的 connected theory equation 的結果 好 這個connected theory equation 很辛苦地證明了出來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大的意義 它的重大的意義 其實是透過這條公式 去確定了 Pressure 和Speed of Gas Molecule的關係 基本上沒有這條公式 大家都明白的 如果Speed of Molecule 是大些 那麽那些開的粒子 就會經常地 跟那個容器壁 發生碰撞 扣起一個大些的 Pressure 但是我們可以用這條數字 去表示大家之間的關係 所以P V 等於三分之 N M C S2 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式